人類為了得到快樂而發展科技的現在 我們是不是比三四百年前得到了快樂得到了多呢 怎麼樣能夠讓自己過得快樂呢 你的心美麗你的福報自然就會大 每一個人的內心為什麼會這麼的恐懼呢 我們不斷地在追求快樂的過程當中快樂有兩種 一種是物質的快樂另外一種是心靈的快樂 物質的快樂你能夠追求到某一種程度就差不多了 你如果說你有再多的更多的物質並不會給你帶來更多的快樂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說你沒有追求心靈的快樂 並不會給你的神明帶來更多的快樂 所以師父告訴我們說 物質的快樂跟心靈的快樂兩個必須要平行的發展 你才能夠得到真實跟永恆的快樂 所以為什麼說師父會創辦法人事業 會創辦這個教育園區的園藝三成 一個正面的正面的時間 報道フェョス 在流氓上會變成這樣大數 要不要去學嗎 前面沒有化 要不要去領初 有 還有竹波、竹蘭跟麒麟香 高雄生活學部 高雄小學 黑阿郎 高雄生活學部 高雄生活學部 高雄生生活學部 高雄生活學部 祝你高雄 高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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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恋 我提供 休息 大家請讓大家帶回去照顧休息 謝謝 領帶領休息 領帶領休息